本來政治 它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你說歐洲內閣制對不對 他經常就是主持聯合政府 柯文哲也拋出來 可以主持聯合政府 因為你現在如果選不上 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的制度是一個贏者全拿的制度 我們不是內閣制 對不對 只要選上總統 那個還包括國營事業的位置多了 選不上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 黃建廷是國民黨民主黨 當時有去跟郭台銘說 說這樣 你反正拼 你拼總統 能拼上 就是你 如果說到時候 民調各式方面沒拼上 還有一條路 就是你當不分區第一名 當不分區第一名 如果總統能拼上 不分區第一名拼得好 立法院過半 就是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多好 你總統多麻煩 我們當那個總統 哪裡也不能去 對不對 郭台銘有一個小 我在想郭台銘有四人飛機 哪裡都可以去 當立法院長哪裡都可以去 你當了總統 真的哪裡都去不了 去那些 只有那幾個鳥不撐蛋的島國 對不對 或是那種 現在非洲都很少了 中南美都很少了 只剩一個了 你去哪裡 南美洲只剩一個 所以當立法院長也不錯 當然不是說當立法院 就是當立法院長 他們一定想的時候 你國民黨如果是不分區第一名 你帶兵打仗對不對 你又可以幫助很多立委 不是很好嗎 所以當時就說這是一條路 按照黃建成的講法 郭台銘當時不但覺得 這個案子可能也可以考慮 還說我不要第一名 我放在危險邊緣地方 我可以鼓勵士忌等等 所以表示郭台銘也有想過這個案 但是並不是說 當然郭台銘說我們沒有決定 哪有承諾 是 我也相信沒有承諾 因為你還有A案就是選總統 是兩案並程 你如果總統能夠被提名 當然很好 如果總統沒有提名 你來做不分區的立委第一名 也很好 當然是這樣子 好 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郭台銘辦公室就說 我們只考慮選總統 我們什麼時候說要接受不分區 沒有說要接受不分區 黃建廷說我沒有說你有接受 只是說當時除了A計劃還有B計劃 A計劃是能夠選總統 當然恭喜你 如果A不行至少有B 能夠當立法院的這個院長 或是不分區的第一名 當時的 而且你真的不喜歡的話 你不分區隨時可以辭 辭了就地補上來的 我不想幹就不幹了 當然我相信他們的想法 當然是都進來了 至好那個力量要集中了 反正有這麼多位置嗎 你當總統 你當副總統 你當行政院長 你當立法院長 等等等等 但因為我們的行政院長 我講過了 隨時可以把你換掉的 以前他要立法院通過 現在也不需要立法院通過 立法院長一旦選上 至少可以幹四年對不對 而且搞不好還繼續做 所以就看你怎麼看 黃建廷說我討論也不是只有一次 甚至談到排名 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一名 郭台銘說我不一定要第一名 我甚至在邊緣14 15名也可以等等 所以也談到排名的順位 郭辦就回擊黃建廷 說我們並沒有在檯面下達成 私相授受的檢疫 誰答應你 我要不分區第一名 誰答應你 我要不分區14名 都沒有答應 而且說抹黑政治操作 深感心痛 但國民黨就說 這個國董不要生氣 政黨輪替不能沒有郭台銘 你還是很重要的 如果政黨不能輪替 什麼也都沒有了 你郭台銘不是講了嗎 你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下架民進黨嗎 你現在這樣搞民進黨會下架嗎 你這樣搞只是保障賴清德繼續幹 所以有不同的講法 這件事情 你問我相信誰 我認為黃建廷並沒有騙人 我真的這樣認 我這樣聽了兩邊講法 他並沒有騙 但是郭伴也沒有講錯 就是我並沒有答應 要當不分區 這也沒錯 就是他只有兩岸 不行這樣 就那樣 大家都可以放在一起 你考慮大概就這樣 我們看一下 3月12號那天 郭董跟我約了見面吃飯 我就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如果是侯市長贏 那麼他來列不分區 慶祝點出人事實地 就會證明郭董曾說出選沒贏 願出人藍營不分區 但當事人卻說 我從來都沒答應 我們希望大家來支持我 來改變台灣 昨晚晚間 郭伴發出聲明 反問去當立法院長 怎麼可能答應 這是國民黨高層 思想授授 要拿院長換總統 兩個職位 非但不對等這個職位 也不存在 而且郭董從頭到尾 都只想當總統 沒有其他念頭 反正要黃建廷 好好釐自己的記憶 這件事情後來不只一次討論 甚至談到排名的順位 那國董還說 不需要把他放在第一名 他可以排後面一點 還有吹票的效果 我聽得非常的敬佩 還是他記性不好 我陳述的就是 整個事實 來 佩強 我覺得每次選舉的時候 這種miscommunication 這種誤解 誤會 這種亂傳話 傳小話的事情 這種陰謀論 謠言 離間記 就會滿天飛 然後誰誰誰之前做的承諾都不算 誰誰誰講的話 一句話講錯 他所有的人格 就應該被徹底毀滅 然後他旁邊的家族跟支持者 都應該架在十字上面 然後直接被做成燒烤才對 我認真這樣覺得 每次選舉 我們自己也經過經歷過選舉 都真的是這樣 只要講錯一句話 除了說鳳馨姐之外 每一位都經過選舉 每一位只要敢講錯一句話 馬上就被人家在十字下上面 對吧 可是我們從政 只要從政不管有沒有選上 我認為從政的初衷 都是希望說我們所在的土地 我們所在的社會 我們所在的地方可以變更好 郭台銘也一樣 我想這點 他的初衷來講 大家應該沒有什麼誤會 不然的話我不用花錢 不用想盡辦法去把BNT弄進來 這件事是無用置疑的 可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每個人對他的歧視 變成說每個人對他的歧視之間的誤解 因為他有錢 因為他有能力 因為他甚至這樣講 郭台銘去做中華民國總統 嚴格這樣講 我一直認為好像哪裡怪怪的 你有事沒事可以打電話給川普的人 你有事沒事可以跟習近平直接見面的人 你跟比爾蓋茲可以直接連線的人 然後你要回來台灣做總統 這好像哪裡怪怪的 這能力上面 好像其實不需要這麼辛苦 可是他願意 他想要做 好 那就照程序 因為這個是民主政治 這不是做生意 我會認為說這方面來講的話 甚至是這樣講 他比較喜歡國民黨 他比較喜歡我們國民黨 然後我們國民黨好 跟他談 可是我們似乎在這邊 我們國民黨剛剛 徐林我們剛剛私底下在那邊聊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有一些不把話直說 直來直往的地方 像說我們終身帶這杯其實是很環陋 因為我們習慣直來直往 可是我們一直不知道說 上面關愛的眼神到底什麼意思 那我們必須要很努力的去揣摩 有些時候他們這些對我們 想要去揣摩的人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時候對同樣有power的人 上面是沒有關愛眼神的 你揣摩錯了 你不用這樣講 你也沒上次Static 我也沒有 不過相對來講說 有些時候他們這樣子模糊 不想去得罪人的言語 勢必有些時候如果說 對於一個直來直往 而且殺法果斷的人 而且相對來講 這個比較衝動的人的時候 相對來講有些時候 會有一些不太好的結果發生 我們或許看到是不是這是個誤會 還是真的是說兩邊是互相的全盟 我認為還是時間 要時間來去證明一切 不過我真的認為說 這次目前來講 我這是最近看兩份民調 6月15的兩份民調 兩份民調裡面 其實政黨支持度來講 不喜歡民進黨都過半 不管是哪一邊的民調 不喜歡民進黨都過半 所以這次總統大選的主軸是 團結 政黨團體 然後不要散散場 但是誰能夠做到這一點 其實是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最優心 最關心的地方 團鳳姐 我很早就已經不放心 由朱立倫他們來協調 郭泰銘這件事情 我說他們沒有互信基礎 其實現在證明了這件事情 所以當初 就所謂的徵召 沒有明確的遊戲規則的情況之下 現在就證明了 他的後遺症非常的大 因為誰也說服不了誰 我不相信他們的溝通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對於認識對方 就溝通很重要的 知己知彼 他們對於認識對方這件事情 都有很奇怪的無法通理性對方 我覺得黃建廷理論上來講 他跟郭台銘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上一次2020年之前 其實黃建廷從頭到尾力挺郭台銘 然後對郭台銘的表現 就是郭台銘我相信他點滴在心裡頭 那麼可是他顯然沒有注意到 郭台銘有一個特質 郭台銘他對每一個人 在對話的過程當中 海納白川誠懇的不得了 看起來好像已經接受了你的建議 但隔天他可能聽了別人的話 他繼續的很誠懇海納白川 他就聽了別人的建議 然後他就改變了 這件事情 我覺得從2019年一直到現在 真的是屢事不嫌 太多詞了 就看他當時身邊已經圍繞的是誰 就決定了他的立場會走哪一條路線 那我覺得他在商業界的判斷力是很好的 執行力是很強的 但我一直認為他的政治判斷力是有問題的 現在更證明了這件事情 但我也要不客氣的說 我覺得黃建廷黃秘書長 他顯然也有誤判的問題 不管你們之前談得有多好 或者是說這裡面的過程 我相信像黃建廷所形容的 我們確實沒有談定 但是問題是 對方給我的回應是說 我其實不要排第一名我要排第幾名 這樣子我還可以去幫忙衝一把什麼 連這種話都說出來了 其實凸顯出來說 確實他當時的感受是覺得 你是有這樣的想法的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從5月17號提名了侯友宜之後 郭台銘的態度就已經轉變了 還沒有算提名 到723全代會通過才叫正式提名 國務長還是珍藏這個時間 所以你既然已經看到對方的態度已經改變 再去算舊帳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對不對 你現在算這個舊帳 你只是把關係搞得更糟 你如果沒有辦法私底下去建立 跟他之間的這個溝通管道 你還不如不要講這個話 他大概想了 就是說因為很多人說 你們當時溝通不好 他意思是說當時溝通得很好 都很好等等等等 問題是 現在顯然看起來郭台銘是 他是會翻臉 他不承認 他說我 對不對 我覺得郭台銘覺得他好像是被騙 你還記得他之前說 要國民黨宣布的時候 他還說還請幕僚準備勝選改 他會覺得說 因為你說朱立倫跟黃建廷跟他談 談天談之後他覺得說 看起來是我了 所以我才會想說 要去準備勝選改言 就像剛剛洪廷提到了 他不是來處理事情 他是來處理情緒 他以為說這是我了 然後結果你宣布了說新郎不是我 我會覺得我被你騙了 所以我當然心裡就不爽 我也都替他們兩個想過了 從朱立倫的角度想 他也許認為說 郭台銘如果有意參選 他將來如果說獨立參選 對國民黨傷害一定很大 所以如果說這個時候 能把郭台銘也納進來 然後經過這樣一個程序以後 將來如果是郭台銘就郭台銘 如果不是郭台銘 至少我也給你機會 你現在不是黨員 對不對 我已經給你機會了 對不對 所以從朱立倫的角度 我已經郭台銘很好 然後我用徵召對不對 我這樣一說要徵召 張亞中也不選 趙少康也跑 韓國瑜也不講話 又講實話 真的 你既然不辦初選 你要徵召 怎麼會徵召到我 對不對 你不可能知道所以我就算了 我也不參加了 如果你辦初選 我就跟你參加 對不對 都要來辯論 政策辯論搞三個月 看結果怎麼樣 當朱立倫一說 他徵召 他自己決定 看起來就是侯友宜跟郭台銘 所以從我來看 朱立倫都刮得很好 對不對 但從郭台銘想說 你既然對我好 那就是我了 怎麼搞了半天又不是我 所以你剛剛說 郭台銘覺得自己受騙 有可能 當朱立倫要一跟郭台銘說 我們到時候爭招 你們兩個去拚的時候 郭台銘就想說 那一定是我 對不對 怎麼不是我 不是我 你叫我進來幹嘛 就變成這樣 所以但是朱立倫會 把郭台銘放進來 我也想 他一定想說 你就在這個體制裡面 你如果不是總統 你也是立法院長 你就不要跑去跟柯文這河 不要跑去在外面去作亂 朱立倫就這樣想 郭台銘想法就不一樣 郭台銘想法 你既然要我來就是我 那麼郭台銘怎麼不是我 現在就變成這個狀況